澳洲为什么不过感恩节? Dine Thanksgiving Day感恩节即将到来 相比于美国、加拿大、日本等将其列为法定节日的国家 要弄清这个问题 1620年,5月花号船满载英国受迫害的亲教徒到达美洲 当年冬天,不少人饥寒交迫,染病身亡 后来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 新移民学会了狩猎、种植玉米、南瓜 并在来年迎来了丰收 于是,他们邀请印第安人庆祝节日 感谢其帮助 在美国,自1941年起 感恩节定于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 并从这一天起休假两天 这一天通常被认为标志着圣诞采购季节的正式开始 加拿大的感恩节则起始于1879年 定于每年10月第二个星期一 与美国的哥伦布日相同 而英国和澳大利亚与感恩节是绝缘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